第1660集 战场上一片寂静 许多人实话跟火箭鬼一般 他说自己叫什么 曹达 这跟史前黎达什么关系啊 故意说的吧 当然也有人心中坠坠直打鼓 看他的眼神有些变了 五疯子 你现在是少年状态吗 跟我曹达生死一战 看一看谁能活着离开 楚风叫阵 再次向前逼去 迟到临头退缩也没有用 他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五疯子目光悠悠 没有说话 依旧盯着他的双手 盯着那宛若灰色墨盘的双拳 太义 五疯子 吃俺老曹一拳 楚风大鹤 再次扑杀 勇猛无匹 金光滚滚 能量浩荡 像是一道黄金闪电快到极致 这种称呼让人有点风中凌乱 你才多大呀 也好意思自称老曹 你当真是自己是离达了 远处 六尔弥猴在抓二脑腮 当然最为让人震撼的是 曹德并非曲张声势 他是真的冲过去了 又一次要去干掉五疯子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 他也是个疯子 叫什么曹达呀 叫五疯子 多好啊 也不过分 让人意外的是 那道模糊的身影 没入虚空中 而后出现在大地尽头 并未同楚风决斩 居然避开了 五疯子 哪里逃 曹达在此 你拿命来 楚风喝到 迈开一双大长腿 就这么嗖嗖地追了下去 这很让人意外 五疯子居然未一战 这是为何呢 根本不符合他的性情 他从少年开始 就一路血战横推对手 在他归隐前夕 还在图门灭教血洗天下呢 现在好脾气了 这不现实啊 参加成辰 魔性不存 再见 这是五疯子的话 黑暗身影四分五裂 最后他的眸子 深深地看了一眼楚风 一道金光飞出 直接向着天边墨去 观战的进化者 没有人敢追 包括天尊都如此 都很老实于本分 畏惧五疯子 楚风听闻顿时了然 这意味着 刚才的黑影 不过是白色 没什么战斗力 或者将残存的积蓄能量 灌注给历尘天了 不然少年五疯子 早已霸道的动手了 五疯子哪里逃 你给我留下 曹大在此 今天要干掉你 楚风迈开双腿 一路狂奔 就这么追了下去 他确实想干掉那缕金光 他认为 从魔性中 顿走的一缕光 会带走此地的信息 去通风报信 他总觉得 五疯子对他的摩世权很感兴趣 对他有着异样的态度 即便那是少年五疯子远飞巅峰 似乎也知道很多事 所以他一路大追杀 战场上人们实话 这曹德真逆天了 不说其他战机 单就是今天他这种行为 便会引发巨大轰动 千百万年来无尽岁月 多少天骄与人节辈出 也有惊艳古今之辈 想要去挑战五疯子 想要去灭那黑暗源头 结果去找他的闭关地 去找他可能隐居的一些恶徒 结果都是有去无回 连朵浪花都没泛起 自那之后 再也无人敢冒犯他 自史前最后几位 绝带天骄消失后 就无人去寻觅 去送死了 而现在曹德他敢这么大吼 更敢大不流行地追杀五疯子 这简直是神话中的神话 跟天方夜谭似的 不许逃 什么五疯子 什么不败的神话 今天我要将你 打个头破血流 再干掉你 楚风大鹤 展开神族通后 他的脚心发光 每一次蹬在地上 都会让大地裂开 而他会跃出去 很长一段距离 他的速度很快 阴暴声震耳欲聋 可惜这是阳剑 强如大胜 也不能飞行 后方人们震撼 要杀五疯子 还要先打个头破血流 怎么似曾听说呢 很快 他们想到了一则秘文 当初史前的 黎达黎三龙 曾经去找过 五疯子下黑手 将他打了个头破血流 史前那个年代 五疯子唯一的败机 就是遇上了 大黑手黎达 痛定思痛后 他专心研究 想要破解其妙术 这导致他后来 屠族灭教 九死一生 锦鸣山大川 出入荒泽大野中 寻找阳间最强的几种 无敌妙术 真是曹疯子 说要打个头破血流 这是故意的吧 阶段当年就是 还叫什么曹疯子呀 他自称曹三龙 有人纠正 那缕金光太快了 几个闪命 就要脱离浩瀚无银的战场了 楚风在后面大吼 虎疯子你给我站住 有种留下 我曹打曹三龙 单手打爆你 震动战场 人们都实话了 不管怎么说 今日曹德之名 都要传遍各族 别管他有没有图 少年武疯子的实力 就冲他这些言行 都要引爆舆论 有人叹道 从此以后 该不会真要叫他曹达吧 臭不要脸的 你不会是想借机 跟着顿走吧 我还没跟你算旧账呢 远方 龙大鱼看得咬牙切齿 一脸鄙夷之色 另一边 周族那里 周西也在开口 让身边的老仆人 帮忙安排 他要和曹德 见上一面聊一聊 小姐 那是个大魔头啊 很危险 不宜接近 少女夕扬起 精盈的下巴 不是大魔头 我还看不上 不和他聊呢 我用大魔头才有资格 楚风迈开一条大长腿 一路追击 速度太快了 眨眼间 就要消失在地平线上 一路飞沙走时 大风呼啸 雷点 他一路过境 如同一头大妖魔似的 五风子哪里逃 可敢与我一战 今天 我要图风魔 他在大鹤 一副所向披靡 镇压一切敌的样子 人们无言 曹风子真是杀到兴起 忘乎所以 居然追着五风子不放 注定要明镇天下 同时 也有许多人富匪 你还好意思 嚷着要涂魔 你自己眼下 更像是一只大妖魔 唯有龙大鱼比 他越发确信 那臭不要脸的 鸡大德士想跑路 故意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让人误以为他疯狂了 有人开口 要消失了 是啊 这是要追到哪儿去啊 曹德真疯了 他敢追杀五风子 即便那是少年时期的魔性 没有战力 但他就不怕 事后被清算吗 众人在谈论 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曹风子正在跑路 撒牙子狂盾呢 眼看地平线尽头 彻底安静了 人们还在热议中 九头鸟族的神王 赤锋眸子阴冷 一闪身就跟了下去 想趁他落单下厮守 迷红 李九霄两大神王 立刻跟进 担心曹德出事 其实 齐荣天尊第一个 从战场消失 不过 别人未曾注意 他跟着楚风 到了地平线尽头 等看到五风子 那缕金光彻底消散 他便现身了 出现在楚风的身边 前辈 楚风不疯了 很有礼节 但其实内心很不爽 现在想走的话 难度很大 曹德 这次你有些鲁莽了 那可是一位进化领域的鼻祖级生灵 共参造化 他若是还活着 如今多半天下无敌了 其容天尊 语重心肠 并招呼他回连营 楚风面色平静 但是心头却一沉 他还想顿走呢 现在看来无法离开 当着天尊的面 横堵虚空 他没把握 同时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动用轮回土鱼 小木毛 因为他不知道 究竟是否能给予这种生物 造成伤害 走吧 回去 其容天尊说道 这时 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等人 也都出现 一路追了过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继续 不用再联系 担心 转